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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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知道 尤山的事情我听说了 儿女感情的事啊 我们做父母的事 又担心又无奈 不过幸好啊 天美跟了你 我也相信 你不会是一个 不负责任的年轻人 我相信你会给天美 带来幸福的 不负 孙小姐的事 天美跟我提起过了 你放心 我们对你都非常信任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 我们对你的信任 更不要辜负 天美对你的信任 我知道你很忙 不打架你了 玉京 去会场吧 好 再见啊 不行 我要是真到台上 这么讲的话 还不立刻就得罪了 吓董事长了 这怎么能算是得罪呢 只不过 说出了实情而已啊 你呀 你说 你明知道我对你的心思 还让我帮你和严格复合 你这不是 难为我吗 金董真会开玩笑 金董家大业大 以后要是有什么名言淑女 我会帮你留意着的 我还用不着你 我还用不着你 我的腰啊 我的娘 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堆凶神恶煞 砸了一顿救走 好好的这些东西全给砸烂了 明天不知要花多少钱来补救 杨柳 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 这些人咱们从来都没有见过 还莫名其妙地跑过来 点了一大堆吃喝 这些东西吃到肚子里还没有消化呢 就开始喊肚子疼 然后部分青红皂白的就开始砸电 人就消失了 是不是挺奇怪的 你的意思是说 这些人吃坏肚子是假的 诚心闹电砸东西是真的 肯定是这样啊 你说 最近咱们是不是得罪谁了 怎么可能呢 我们在这开店这么久了 待人和和气气的 怎么可能得罪人呢 你说 我随便说说啊 会不会是下场松的那个女儿 最近她一直跟我们闹别扭 你就是这样 反正是她 肯定是她 肯定是她 哎呦 妈 我回来啦 回来了 妈 怎么盘子和碗泉碎了 怎么回事啊 妈 怎么盘子和碗泉碎了 怎么回事啊 妈 刚说到你 你 刚说到你 你就出现了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做什么了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刚才一堆陌生的人过来砸店 你不要说不是你主使的啊 演得还挺像 砸店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我今天只是去公司拿了一些数据 然后在路上遇到珍珍就一起去医院了 接下来的时间就都是和珍珍在一起 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对对对 我今天下午确实跟友善在一起看房子的 他特别特别热情 你等等 你跟他在一起 你跟他在一块干什么呀 在一起 好了好了好了 好了好了我来解释 我们两个的误会都已经解除了 我们现在是好朋友 你跟他是好朋友 不要说 他抢了你未婚夫 你忘了 你 绣鸾阿姨 绣鸾阿姨 杨柳阿姨 我承认我之前做过很多错事 太不懂事了 也太不懂得祝福 都是我的错 希望你们可以原谅我 但今天的事情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能相信你了是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你要是想做这件事情还有你亲自出马吗 秀鸾阿姨 今天既然有人来砸店为什么不报警呢 报警啊 你不报警 又不把事情弄清楚 你又把所有的事情赖在我身上 叫我怎么服气 你整天欺负珍珍 我还不服气呢 你别以为你做了什么 好了好了 我不知道 我告诉你 好了好了 你累了快坐下快坐下 行了 喂 今天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你们居然不先打电话通知我 多危险啊妈 珍珍呢 我想你在医院里照顾浩天 还要处理汽车修理的后续问题 我跟秀鸾阿姨收拾收拾就好了 明天把货补齐不就得了吗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们没事就好了 秀鸾 我们把垃圾倒了 你们累了一天了快坐下吧 我去我去 好 坐下吧坐下吧 珍珍 我来帮忙吧 谢谢 来 怎么了 跟真的一样 良心发现了 欢迎你们来 谢谢 你和我多联系 好好好 这地方好漂亮啊 是啊 挺好的 挺好的 天美呢 来干杯 你看天美在那呢 干 过去看看啊 天美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我的女儿天美有一套 跟你一模一样的礼服 对不起啊 请问你们是 岑峰建设的员工吗 有没有看到天美啊 没看到没有没有看到 没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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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我怎么走了 我怎么走了 天美跑哪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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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就是这个地址啊 怎么就会找不到嘛 哇 嗯 各位嘉宾 蔚蓝双子星城市标杆开发计划 动途酒会 现在正式开始 好好好 有请合作方 胜利开发的金董事长 和我们曾封建设的大家长 张董事长 上台至此 好 啊 请 请 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 见到这么多的老朋友 近年延岸的开发 能够逐年逐日的 让中国和国际建筑业接轨 甚至超运 都是在座的各位精英 和先贤们的功劳 对于大家的光临 我表示热烈的欢迎 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今天 我们能与优秀的 拥有许多成功开发案例的 金董事长合作 共同来开发市区仅有的一块 精华土地 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和激动 在这里 我们要再一次的 谢谢金董事长 给我们层峰建设 这样一个机会 我们将竭尽全力 将这个开发计划 做到尽善尽美 我想 这个计划 应该是我们大家的 应该属于 我们子孙后代的 是的 是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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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诸位 这次的开发计划 能够如此迅速 顺利地破口动工 这里面 有两个最重要的 幕后工程 他们就是 层峰建设的 严格 严总经理 和专案副总 孙小金 孙小杰 好 请 这个蔚蓝双子星的蓝图 原本 就是这两位 年轻才俊的 共同梦想 大家 可能还不清楚 他们两个 原来 就是一对恋 是男女朋友 后来呢 因为一些误会 而封开了 今天 却因为 这个开发案 又重新 燃起了爱火 这可真是 爱情和事业 理想和现实的 梦幻组合 我相信 他们俩 一定不会辜负我 和大家的期望 一定会竭尽全力 完成这个项目的 开发设计 当然了 这不仅仅是 为了他们自己啊 也是为了我们 广大的市民 为了把我们这个城市 推向世界的顶端 让大家看到 不同的视野 而努力 怪不得天美 连个人影也看不着 这实在太过分了吧 这么高调的复合 让我们天美放在哪儿啊 而且 她明明知道 我们要参加酒会的 算了 我带不下去了 走吧 走走走 咱们走 下面 请我们的严总经理 和孙副总 为我们领跳第一支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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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亮 快把夏董事长给我拦住 我有话要对他们说 啊 亮亮 董事长 好 我刚追出去的时候 夏董事长夫妇 他们刚好坐车离开 看来 真有希望他们能够谅解了 先生擦一下 好 太太 好 哎 天美回来没有啊 不知道去哪儿了 赶紧打电话叫他回来啊 哎 天美 哎 怎么回事啊你 妈 哎呀 你跑到哪儿去了 怎么没在酒会上 还淋了这么多雨啊 哎呀 一家旅行社拿公司的大小张 要不然就会影响公司人的出游 哎 然后 我不知道是我爸地址弄错了 还是怎么样 反正那家旅行社跑了好久 我也没有找到 哎呦 你这个 哎呦 我的天哪 你这个傻孩子啊 哎呦 人家已经在酒会上 跟孙小精都开舞了 还公开宣布 要爱火重燃 哎 结果你在干什么呀 哎 哎 给人家卖命淋雨呢 哎呀 你以为你弄感冒了 那个颜格会心疼你啊 真是 哎呦 傻呀你 什么 颜格跟别人谈恋爱去了 他怎么会这样呢 天美 这是真的吗 我能怎么样啊 小精三年前得了血癌 因为不想拖累颜格 所以他选择离开 要不是因为他生病啊 他跟颜格早就已经是幸福的一对了 现在小精回来了 颜格想要回到他身边去照顾他 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难怪你今天早上拖拖拉拉的 不肯去上班 都怪我这段时间 我今天为了你姐姐的事情好烦恼啊 对不起 怕你忽略了啊 对不起 我没事啊 哎呀 你别说 哎呦 哎呦 天美啊 哎 怎么了啊 哎呦 怎么了 哎呦 这么烫啊 快快快 菊妈 赵薛吞烧药来 哎哎哎哎 我看这孩子的湿呢 傻的 你怎么那么傻呢 你 今天 如今你又在那个怀抱 我的肩膀还有你的温度 我笑着借回忆的毒 明明心痛的在哭 我像拳击台上的拳手 被爱情打得体无完复 当人活成了一颗仙人掌 掌心的泪 却还是滚烫 还是需要被疼心 真不好听 我一定会让你爱上我的 学后你的美丽 我们微笑到幽默 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 情会如此难枕 当初何必太认真 友善 友善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他到底想干嘛 浩天 刚刚的短信都是我喜欢的歌词 与你分享 但愿你喜欢 我笑着借回忆的毒 我笑着借回忆的毒 明明心痛的在哭 明明心痛的在哭 我像拳击台上的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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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爱情打得体无完复 被爱情打得体无完复 点抽 舅舅 快来快 快 来 好 坐 你的 我看你今天心情 还是蛮好的嘛 好 肯定是出了一大口恶气之后 好好的睡了一觉 你放心了啊 那个卖鸡肉饭的 什么都不知道 我保证 舅舅 你对我真好 那当然了 因为你说我的宝贝 宝贝外生女儿嘛 你看我就一个人 你是我的亲人 我不对你好 我还对谁好 以后啊 有什么事需要我去做 你尽管说 真的 真的抱在我身上 那我们就说定了 以后 好的我来做 不好的你来做 可是 你这样会不会觉得我太坏了 不会啊 像你这么漂亮可爱的女孩子 怎么能去做那些事呢 你呢 就安心做你的公主 打击魔鬼的事 我来 还是那句话 抱在我身上 舅舅 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舅舅啊 舅舅啊 我还有件事情 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 说 你先吃早饭吧 不用不用不用 什么事你跟我说 你说的什么事我都能帮你办得到 没事你先吃喝牛奶 来 好 那我就先吃了 快点快点 别让他看见 我帮你看着 对不起 对不起天梅 我不知道这是总经理送你的礼物 对不起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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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这是总经理送他的衣服 我有多紧张 而且夏政松 又看到我穿着天美的衣服 把我认成了天美 谁让你爱做亏心事啊 还骗天美去送什么大小张 哎呦 不要说了 我怎么知道他会感冒发烧 小陈说他不来了 我也觉得很过意不去啊 不过啊 也真有意思 天美还真是好骗啊 哪有什么公司 需要他送什么大小张啊 哎呀 你随便去个电话 他真冒已去哎 还害得自己也差点都废严 他现在肯定恨死我了 如果他向总经理报告 那我就死定了 你已经死定了 啊 啊 总经理好 总经理好 你们居然敢在公司里面搞小团体 陷害同事 一人一次打过 立刻在我面前消失 是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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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傻瓜 被欺负成这个样子 都还不知道 还搞到自己感冒 我现在却合适吗 只才刚刚跟他分手 而且昨天晚上 夏董事长一定很生气 管他呢 我是他的主管 他又是为了公事而生病 我去看他是应该的 天美 天美 你怎么样了 好点没有啊 天美你怎么样了啊 好点没有 哎呀 还这么烫啊 不行 咱们上医院去 听话啊孩子 走 我去啊 天美 等我睡一觉 哎呀 人家外国人感冒 从来不吃药 也不去医院 睡一觉就好 外国人是外国人 你不是 不同的人种啊 这治病的方法也不一样 就是啊 来 咱们试试中国人的方法 好啊 不要啊 这老姜汤去寒 喝了 能把寒气逼出来 没准你人 马上就清爽起来了 天美 听话 来 起来 快点 伯父 请问天美在吗 你来做什么 我听说她生病了 所以我来看看她 你是以什么身份来看她 是老板 是朋友 还是前男友啊 我知道伯父一定很不谅解我 是我对不起天美 是我辜负她了 但她昨天是因为公司的事 才领雨感冒的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来看看她的 如果你是以上司的身份来看她的话 那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你可以走了 伯父 我只是想 你到底还想怎么样 难道你不知道 天美到底是为了谁才这么卖命 她是为了谁才生病的 你这样跑来看她 只能让她对你更加难以忘怀 只能让她受伤了心更加难以痊愈 难道你和你的前女友复合了 你还贪心的想让天美继续爱你 继续为你付出吗 你就这么自私啊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担心她而已 来 哎呦 好 不能受量啊 来 快点 伯父 啊 是我发烧发糊涂了 我好像听到严格的声音啊 不可能 不会的 她那么欺负你 她还好意思来啊 你走吧 伯父 请你再相信我一次 让我再见天美一见 我只想看看她 真的 真的是严格 天美啊 你不能去 你会找两大 真比还美好呢 天美 哎呀 太太你看她 你干什么 既然你没有办法做到不伤害她 那么请你离她远一点 伯父 我真的只是想见她一面 我只是想要看看她而已 伯父 你就相信我一次吧 我真的只是想要见她一面 她 你这个糊涂的 没我 你怎么办 我这么糊涂 没有你 我怎么办啊 大小张在我这里 我现在进去拿 喂 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 我来是想告诉你 你被阎文他们骗了 好 根本没有什么员工旅游的事情 是他们捉弄你 怎么会这样子啊 这 哎呀 天美 你看你 刚好一点 快把衣服穿上 你这个孩子真是 这是你的礼服 哎 你在哪里找到的 我昨天找了半天 怎么都找不着 好 也是被阎文他们偷了 哎 哎 太过分了吧 怎么会这样子 我已经寄他们美人一次大过了 是我没把他们管好了 对不起 算了 反正跟你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一定是知道我跟你分手了之后 就转去 巴结孙小金 我也不是说孙小金怎么样啊 只是 阎文他们自己知道 会选择 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人去巴结 既然你们两个都分手了 我看你就辞职算了 我 我为什么要辞职啊 我只不过就是今天感冒请假一天而已 干嘛要辞职啊 你们两个都这样了还在一块工作 不尴尬吗 哪会啊 哪里有尴尬 不信问他 你会觉得有尴尬不自然吗 不会啊 你在当我秘书之前 也不是我女朋友吗 就是说 我跟颜格都是公司分明的 好吧 天美 我可以尊重你的选择 但我希望啊 你也能够体谅父母的心情啊 你这个样子 我们做父母的 会很心疼的 知道吗 我呀 去公司了啊 好吧 那我先回公司了 我更喝了姜汤 等一下稍微好一点了 就去公司上班 今天啊 嗯 你还是把感冒养好了之后 再来公司吧 别传染给别人 你怕传染不会戴口罩啊 那么担心 不关爱牵谁的手 能给你疼爱我才舍得是爱 伯母 敬口死我 如果日间再下个回来 我一定会懂得爱 因为已经不是那时 你这个傻孩子呀 傻丫头 还没死心哪 谁说的 我才不会喜欢上 有女朋友的男人呢 从现在开始 我要郑重向你们宣布 我要开始谈恋爱了 我才不会输给严格呢 太太 我说吧 姜汤很有效 你看现在精神多了 不知道 到底是爱情的魔力 还是姜汤的魔力哟 好 秀兰 你把外面整理整理 我去弄里面 好好好 秀兰啊 先帮我抬一下鸡汤 嗯 小心点小心点 小心烫啊 来 一二走 哎呀 我把饭松松 你把这个碗盘洗干净 好好好 秀兰 过来过来 怎么怎么了 啊 这这 把白米饭怎么变成沙土饭了 这 出院的手续都办好了 哦 那剩下的钱呢 嗯 这钱是不是都是浩天的呀 那把剩下的都给我吧 哎 妈 嗯 你跟珍珍计较这些干嘛 修车钱都是她在付 她已经很辛苦了 哎呀 你懂什么呀 这钱拿来是用在我身上 我还不是替你存着 真是 哎 妈 好了好了 嘘 喂 什么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哦 好好 我现在马上回来 别着急 别着急啊 怎么了 珍珍 听你口气那么焦急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哎 刚才妈妈打电话过来 说也不知道是谁搞的恶作剧 把店里的鸡肉饭上面弄的全部是沙土 所以现在生意也没法做了 妈妈特别害怕 已经叫了警察过来处理了 那我们还等什么 赶快回去看看 好好好 快走 哎 浩天 你也才刚刚出院 就不要乱跑了吧 哎呦 哎 就是啊 你好好地待着啊 珍珍要处理鸡肉饭店的事 你让她自己去 你乖乖地在家休息 哎 要不这样 哦 珍珍先去 然后我开车 带浩天仙回去休息 然后我再去接入饭店 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哦 友善 太麻烦你了 不会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哎呀 我是谁呢 就是啊 我是谁呢 最近你们有没有跟谁结怨 或者得罪什么人 没有啊 没有 哎 要是有的话那也是 哎 不可能呢 我们都是小本买卖 呃 呃服务小市民赚点小钱 哪有什么空跟别人结怨呢 嗯 啊 妈 妈 怎么样了 啊 这位是 这是我女儿珍珍 嗯 你好 看这样子 对方的警告意味很强 所以我建议你们这几天 还是小心一点 好好好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在店铺里面装一些监视器 嗯 或者 装报警器 警察同志 这看样子就能认出是谁吗 是啊 我们是开小吃店的 我是担心万一那些人不甘心 暗地里回来动手脚的话 我们的生意变差倒没关系 可是影响到客人的健康 嗯 那就麻烦了 嗯 对对对 所以我建议你们最好是歇夜几天 啊 我们 如果我们发现可疑的人 会随时通知你们过去指认的 嗯 好 谢谢啊 小谢 到 物证收集好了吗 收集好了 那我们回去吧 好 谢谢啊 再见 谢谢啊 慢走啊 哎呀 怎么会呀 真是 怎么可能 这要休息不做生意 我哪来的收入啊 就是说呀 哎她太可恶了 这到底是谁干的 要是让我逮到她 我一定剥了她的皮 珍珍 哎 有事啊 怎么样啊 需要帮忙吗 警察已经来过了 而且他们做了笔录 把那些证物都带走了 警察说什么了 警察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做的 不过她倒是建议我们安个监视器 这样等那些人再来的时候 就可以知道是谁做的了 那还等什么呢 我认识厂商 我现在就打给他们 哎 有事啊 啊 谢谢啊 没关系 好点没有啊 我好想你啊 好想真的 你想我吗 哎哎哎哎 哎哎 你看她 她真的改变了吗 希望她是真的改变了 那样子 对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哎呀 我说你哪 珍珍就是像你了 你们母女俩都太大意 太善良了 要是换作我呀 我宁可误杀一百 也不要仗着女人靠近我老公呢 哎哎哎 哎虽然我还没有老公啊 哎 这女人哪 对的爱情的心机呀 和毅力呀 就像男人争权夺位一样 是不遗余力的 她怎么会不知道 装无辜 让对方失去戒心 这不是杨柳对我爸妈用的招数 妈 哎 我饿了 饿好了没有啊 饿了就来吃饭快点 来吃饭啊 来 这么多啊 快坐快坐啊 来吃吧 真的好香啊 尝尝这个 谢谢 好好吃的 自己也多吃点啊 友善啊 来 这个吃吃看 是我们的家乡菜 嗯 嗯 那都是你爸爸最爱吃的啊 杨柳阿姨是爸爸的同乡 所以知道爸爸爱吃什么是很自然的 我了解 月善 很高兴 你已经能够理解 我跟你爸爸 纯粹是好朋友 当然 开始 我真的不觉得男女之间是会有唇友谊的 但是我现在明白了 其实情人跟朋友之间还是很容易区分的 像我跟浩天 其实就是朋友了 有事啊 有事啊 其实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可以跟你成为好朋友 因为 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很高 也很高贵 就好像是小仙女一样 其实啊 人在高处不胜寒 这种痛苦只有自己才知道 我也很高兴可以交你这个朋友 哎哟哎哟 嗯 长得就跟真的一样啊 嗯 友善哪 既然你已经想通了 那为什么不回家呢 你爸爸妈妈这么疼你 我相信 每当在这个时候 他们看到你你坐的位子是空着的 他们肯定会难过的 你要当我是长辈的话 就听我一句劝 回家去吧 对啊友善 董事长还有董事长夫人一定很想你的 友善 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做你最喜欢吃的菜 摆好碗筷等着你 随时等你回来 好 怎么了怎么了 是不是说了不该说的话呀 好好好 我不说教我不说教了 对对对 快吃饭吧 友善吃饭吧 吃饭吧 快 多加点菜啊 嗯 吃吧吃吧多吃点啊 多吃点啊 你也多吃点 嗯 别以为你们假装对我好 别以为你们假装对我好 我就会忘记 你们曾经给我的伤害 好了可以吃饭了啊 吃饭了 哦 来了 哎呀 喝了一天的姜汤好想吃点别的 汤来了 爸吃饭 好 吃饭 太太 不好意思 我赶快把它收起来 哦 君妈 不用了 我答应过友善 每天都会给她留下碗筷 让她随时回来都有饭菜吃 嗯 吃饭吧 吃吧 君妈 一块儿来吃吧 反正这么多饭菜 我们三个人也吃不完的 走走吧 看看 都怪我不好啊 看我这时候失恋 要是我有男朋友的话 我就可以把她带回来 那样就变成四个人吃 你就不会不热闹啊 好了好了 印广大观众要求 我决定明天再去新交一个 新的男朋友 这样的话 争取明天就把她带回家 一起来吃饭 而且最好是个大饭桶 一上饭桌 就把所有的菜吃光扫光 好吧 妈妈 好 当然好了 你啊 还真的需要再找一个 要不然啊 你这心里啊 老放不下严格 谁说的 明明就是严格放不下我 他之所以回到小金身边 也是因为责任啊 而且 他不想当一个复兴汉 对了 而且啊 据女性杂志统计报告 世界上所有的男人 都会对他得不到的恋人 终身念念不忘 所以呢 对严格来说 我就是他那个念念不忘的人 所以我在他心里 一定会有一个 非常重要的位置 这位置又有什么用啊 他只会啊 把你的感情牵盼着 让你永远得不到自己的幸福 你啊 别这么傻了 行不行啊 就像你爸 跟杨柳阿姨一样 你爸 永远是我的丈夫 他每天 陪着我吃饭 陪我聊孩子 陪我度过每一个 孤单和伤心的日子 那 虽然 他心里 时常有的时候 惦念着杨柳 可是 对于杨柳来说 他承受的一切 你都要自己来面对 那是因为 在我心里的 最重要的位置 还是你呀 杨柳已经过去了 你才是我的现在 和未来 这么说来的话 严格 我就是他的过去 小心才是他的现在和未来 可严格的过去里面也有小经啊 我充气量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匆匆过客 所以呀 你要放手呢 不是放了严格 而是放了你自己 要我说呀 这样三星二星的男人算了吧 不要像你姐姐 为了爱情 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搅乱了 有事 姐 我买了一盘恐怖片 自己不敢看所以 我陪你一起看啊 而且还有爸还有妈 我们大家可以一起陪你看 姐妈 还有没有好吃的零食啊 或者冰淇淋也可以 有有有 没有我也会变出来 友善 还是你原来的位置给你留着呢 我给你拿碗筷去啊 不用了 我在杨柳阿姨家已经吃过了 爸 妈 妈 我都想通了 我现在和珍珍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们担心了 我可以回家了吗 傻孩子 这就是你的家呀 有谁敢不让你回来呀 是啊 既然都吃过了 一会准备一下 一起看蝶吧 好啊 姐 你回来真的好好 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 第一就是 我感冒了 第二件事就是 我跟你一样 我失联了 你跟严格分手了 你是输给孙小金了吗 笨子啦 怎么会输呢 还不敢说给我听啊 过来 过来 来这我跟你说 姐 我真的好想 没有 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 不是 你可以 什么 走 你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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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送你 你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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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忽冷忽热 还说到永久 是我不懂 我欠你的太多 都怪自己太过让你处于放松 爱情始终有爱与被爱的不同 恨自己太过把你看得太久 瞬间又想过放手的念头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再过爱你 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太过爱你 爱到自己心回头 我太过恨你 恨你不如恨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从没有想过被爱的感动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需要爱情的理由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 just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软弱 我太过爱你 忘了自己 ص服 你的臉送 Something councils